MPA是什么? MPA是指公共管理硕士,是一种应用性硕士学位,是为适应社会公共管理现代化、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要求而设立的。 其培养目标是为政府部门及公共机构培养德彩兼备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、应用型、复合型的管理人才。 要求毕业生成为掌握先进分析方法及技术、熟悉具体公共管理或政策领域的领导者、管理者以及其他公共服务人才。 MPA作为一种专业学位教育,从现有资料看,最早出现在美国。 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,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经历了三次范式的变化。 如今,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,MPA和MBA、LLM教育已成为文科高层次职业研究生教育的三大支柱。 中文字幕由于智文社区的变化。 中文字幕由智文言 中文字幕由智文社区的变化。 感谢观看